各位早晨,我在我居住有些免費戲票派 即是一些視頻 我想是一些宣傳東西 其實那些戲是未供應的 即是再早些免費找人去看 可能他想拿一些意見 或者是想人看完之後幫忙宣傳一下 我之前John Wick第一集都是這樣看 不用付錢,甚至不用抽獎 不用打電話進電台節目拿票 他就這樣在網站派 我最近看了這齣阿姆斯特達 免費去看和夫人 我看到有Christian Bale 我想看的 其實這齣戲是有很多其他明星 一個導演就是David O. Russell 他這齣戲 他在開場之前 夫人坐在我旁邊 他就在看影評怎樣說 然後他開場後 他在笑 他說很多人在狂踩出來 哈哈哈哈 但是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出戲不錯 我不覺得出戲很困難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 這個是跟期望有關 很多其他人 他看到有很多大明星做 連配角都是大明星 例如在這齣戲裏 Rober De Niro 他是一個Caleffa 又或者Anya Taylor-Joy 他是一個Caleffa 差不多在這齣戲裏 每一個配角 你都能說出他的名字 都是一些明星 很多時候 這些戲 人們看 哇 顆顆巨星 肯定是很厲害 但是我就不同 我是反過來 通常這些戲 我覺得都是服的 哈哈哈哈 所以這齣戲我看之前 雖然我很想看Christian Bale 但其實我預計是服的 在這樣的期待之下 我覺得這齣戲是OK的 裡面有一些元素 我其實是挺喜歡的 如果是說這齣戲的故事的話 其實這個故事也挺複雜的 大概來說 就是有三個好朋友 應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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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認識了 兩個男主角和那個女主角 他們變成了很好的朋友 後來因為各樣的事情 他們又分開了 過了很多年之後 他這幾個朋友裡面 其中兩個 就捲入了一宗謀殺案裡面 有人想冤枉他們 Anyway 這幾個朋友 他們就聚在一起 因為各樣的原因 然後出戲 就說 他們 怎樣找不同的人 去解謎 究竟那件事是誰做的 以及要洗脫自己的嫌疑 這就是那個主軸 例如看那些故事簡介 其實你可能會以為這齣戲 是一個 那些懸疑片 好像以前 Harrison Ford那些 Fugitive那類的戲 其實不是這齣戲 比較多 更加多 其實他只是出小片 如果你說他那齣戲 不是說他內容或者水準 如果說他那齣戲 其實是有點像 例如像 The Grand Builder Pass Hotel那些 是 不是很正經 又搞笑 又輕輕 帶點傷感 走那種路線 但沒有那出水準那麼高 無論是 搞笑的能力 又或者是拍得漂亮不漂亮 那個水準也相差甚遠 其實是 但這齣戲也不錯 因為我覺得那齣戲是神作 其實 這齣戲 其實它裡面有很多的元素 好像我剛才所說 它的主軸是 那個 兇殺案 但是它的兇殺案後來 它還發展到 變成一個 好像一些 政治 那些懸疑片 還有一些陰謀論 又有些 以鼓奉金 那些 社交評論 發展了那些 雖然是這齣戲的主軸 但是我覺得這方面 其實整齣戲裡面 是比較弱一點 雖然它是故事的主線 但是我覺得這一部 這齣戲裡面 很多的元素裡面 是比較弱的 它裡面也有說 友情 我覺得這齣戲是拍這方面 最好看的 因為那三個主角 我覺得他們之間的 氣氛很過癮 就是看他們一開始 由不認識 到相識 到變成好朋友 那個過程 我覺得拍得很好看 然後 他們分開了 他們聚了 那一刻 整間戲院 一起 哇 你聽到 好像倒抽一口涼氣 有反應 那些觀眾 我覺得是 很好看 那天拍 然後 看他們三個 一起行動 我覺得是這齣戲 最吸引的元素 我覺得 如果整齣戲 都是拍關於友誼 然後 拍幾個角色 說他們更多 我覺得 會更加好看 但是 現在 As It Stands 就是這齣戲 一個 眾多元素 其中一小部分 那 他裏面 是 句句對白 差不多 句句對白 都想搞笑 那 都行的 其實 我覺得他有些對白 都挺搞笑的 還有 我在戲院看過場 很多 其他的觀眾 其他的觀眾 是笑得多過我 當然 這也是因為 我的英文水準 比其他人差 有些事情 我是聽不到 其他人聽到 我的觀察 就是 現場反應 都很好 幾個主角 我都喜歡看 剛才已經提過 Christian Bale John Washington Margot Robbie 很漂亮 配角也都可以看 Anna Taylor 那個 那個 Taylor Swift 我不喜歡聽他的歌 但是 他在這齣戲裏 有得看他的部分 我覺得 他都很漂亮 其實 只不過他經常都 一些 冷氣 找他去演 但是 我覺得 在這齣戲裏 他很漂亮 其實 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齣戲是不錯 就是 那個娛樂性是不錯的 最主要 就是因為我喜歡那三個主角 那 就是 你有出戲 如果你是喜歡那些角色 其實很多事情 你都可以原諒他 這齣戲 我覺得 很多事情都可以批評他 但是 整體來說 只要畫面上 有些三個主角 他們 隨便一個在 的時候 我覺得 都已經是OK 好看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齣戲是 不差 就是 將來 如果他在播放 或者出片的時候 其實我會想回看 所以 我給他的評分 是 試隔 我覺得 我的反應 對這齣戲的反應 比很多 其他人的感覺 我覺得 不差 不是那些人說得那麼難 不是那些人說得那麼難 這齣戲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